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印度富二代跟中国的富二代这个范儿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 他们豪奢吗 他们穷奢极欲吗 反正我觉得给外人看 你像那珠宝就肯定没得说了 混了一场地 我觉得他们这样 二代的心态里面还是想从简 还是想就说别做成那么多事 但是这个还是就说这个父母啊等等 就传统的这种这种要求还是很就是很高的 对印度传统的力量 而且他们很有弹性 你刚说到那个印度比较丰门嘛 比较肥嘛 一般是说印度老婆不能瘦 不然说没有面子 真没见过什么太瘦的人呢 对不然老婆一定要肥 那肥呢 然后有时候他们穿那个好像他们的国服出来 沙利是这儿有一段是露出来 还要露出来 然后呢 我想说是说 他们觉得露出来 第一个 不会是难看 第二个呢 他们你露那个肚皮 别人也露 没有特别 他们有钱的女生啊 是在肚皮那边 要穿个耳环 穿个钻石 就像我们那个一些年轻人有没有 带耳环啊 带几百个这样 鼻环 他们又在那一团肥肉里面 对他们咱们叫救生圈 咱们觉得要减肥那块 人家一圈一圈就是给你看起很富的 然后在边弄了一个环一个钻石还互相比拼 把肉挤出来 你看你看我我这个可以跳舞是吧 那真是富足的象征对吧 也也蛮性感 当然咱们还是说说中国的事了啊 今天这个这个祖国山河一片红吧 我我是说我就关心这个两会 但说两会之前啊 我想说一个什么事 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叫他就说叫他什么呢 就是击倒对手的一拳呢 经常是左手打出来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一生啊 就是让你有上加表现的那一下 经常是你不擅长的一件事 你一辈子干了自己擅长的事吧 你上不了头条 但是呢 你上头条可能是因为一个 你完全想不到的事 无心插流啊 对 所以我说我在今天 我在这个媒体圈里 屡屡发现这种现象 比如说范志毅 你知道吗 这位足球民宿 他怎么上了这两天的头条呢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中超吧 一个什么的就是德比赛前 央视有个美女记者叫王楠 采访他 结果这个范志毅呢 讲的也是非常有内容 非常有料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小编 这个记者 他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有意思的是 你看这张照片 这个小编配的说明 就是有意思的是 范志毅在210秒的采访当中 一直紧紧握着女记者的手 他可能没想到 一直抓了210秒 你让你看 所以所有的人 因为这个范志毅上头条 就说 其实我们能理解 他是太专注于这个被采访了 他完全忘了 他把女记者的手当话筒了 就抱着你 以为是有个皮套在外头 对对对 他其实是很淳朴的 你知道做主持人 从这个话筒 话筒争夺战 你就能看出不同人的性格 其实作为台上 作为主持人 是不喜欢 我更愿意这样 就你说 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他抄时间了 或者我要打断他 比较方便 我不想让他说了 但是你看 有的嘉宾 你就感觉到 他掌控欲非常强 你把这么一地 他非给你抢过来 抓到他自己手里 这个有时候 你能看出人的性格 看来繁殖亦也是 控制亦非常强的 所以这种事情 有两个错误 永远 一个是他不应该 这样抓住几秒 21秒 210秒 2110秒 你一直没撒 要叫我 可能到后半截 就是有意的 可能他 我们没看到 你一开始就是有意的 他一边抓 还一边手 其实在动 在勾 可能吧 在挠 那这个错误 在那个女记者 不够专业嘛 他们讲 这应该打断啊 他够专业 他才觉得我没坑声 我就是炸碉堡的 一直给你拖着 我宁可把自己都牺牲了 我正想问 你也是你记者 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 这个男嘉宾呢 但是他可能也是不知不觉 一直在抓你的手 我觉得我不会停下来的 我觉得没所谓 除非我觉得 他是在挠 那如果是直播 我依然做出没有反应的反应 到做完了 我可能给他一耳光 但是直播我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这真的是中国的 做新闻的特色 因为这个在镜头上面 在专业性上面 都是不好的 你作为一个专业的记者 你去采访 你应该掌控的 就像文涛说 我是主持吗 我掌控 对不对 你不能给人家 专业professional 你专业上面 你不能给人家 抓住你的mic 第二个 在男女的性别 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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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性交社 OK 社交上面 这不符合理仪 而且技术上面 只要不是直播 你直播当然会考虑 不好看 不是直播的话 可以 对不起 他姓范子 范先生 我们停一下 对不起 范先生 手 不是他刚才讲 不是我以为他说的 仅仅是抠着手的事 你说抓话筒 那当然可能会打断 抠着手 抠着手 我觉得不会 因为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经常碰到 在背后有人挠你 或者干嘛 你在联系你就不能 你是不能停的 因为不然这种 就是等于是你 私人干 有时候你在街上 有人背后挠你 不是 就猜你一下 有这事 不行 小军军 我可以这样握着你的手 做节目吗 下次新闻发布会 我也去 我就做你们后 不是你很多状况 但我们一个原则就是 你要把这个直播的本身的 这个是违先 你后面有一点不舒服 或者 但是相对 你不能 就这样 容易吗 容易吗 被你说成了不专业 当然不专业 没有 直播很难说 就算是直播 坦白讲 我们看 210秒 你一定有个机会 把手收回来 把手给个动作 一定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常常想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一个画面是这样 他当中可能 好多细节我们并不知道 那女的可能很专注 她也没觉得 或者 就是我说很多细节 我们不知道 对 很多细节 嘉辉 你没当过记者 你不知道 我跟你讲 一个很小的问题 为什么我不喜欢 当你们记者 去采访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有些情况下 你臂力也得好 我有一次采访一个 好像还是个不对的 还是个司令员 还是个什么 你知道吗 我都搞得我很尴尬 因为有段距离 我不是拿着这个麦吗 你知道这个单手啊 就是 我知道 我胳膊都酸了 我太理解了 然后我就悄悄的 承担不注意的 我换了一个手 他还没完 还没完 之后我冲不住了 我就眼看这个话筒啊 就往下降 我告诉你 我最过分的一次 我采访一官员 是一外国人不过 他说着说着 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 他说着 我打了一个 然后自己就醒了 然后发现他还在说 你不能说 我没当过记者 我告诉你 我都当过 OK 这是当然 那是比较严肃的话 就是说你心里那个底线在哪里 对于专业要求在哪里 当然很多挑战 比方说 1999年澳门回归 我做直播的 我替台湾一个电视台 我跟台湾一个 替一个台湾电视台 做他的新闻直播 我还记得在澳门 大三八 有没有 旁边有家小学 在他的天台 弄了一个棚 一个桌 我跟一个女的在那边讲 那天好冷啊 12月底嘛 我还记得怎么样 坐下边讲 我那学后还年轻貌美 坐下边 冷到我 我又有点感冒 然后鼻水一直流出来 然后直播 你知道吗 那我就只能一边讲 一边用力把鼻涕吸回去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看到 澳门好高兴 回归了 很难啊 我知道 外面觉得你是在哭 是吗 对 我觉得我当然明白嘛 当然明白嘛 那那那 我说的简单啊 可是 做起来不太容易 可是有些 可以控制的部分 所以我刚强调说 是210秒 不是2秒 不是21秒 你一定有机会 把那个镜头 就算是直播 做的比较好 不要这样被一个男的被采访者 抓住他的手 就像我们有时候写采访文章 哪里我不能改 哪里哪个动作不能做 我们有最基本的自我要求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要求 反正我觉得 当然将来到我老了 对吧 那要是碰见年轻漂亮的女记者 你就抓人家 对 她被像碰见义军这样的 你就得有献宣精神 是吧 嘉宾不自觉 那时候已经 大家不用那种拿杆的话 都在去卖 对对 我记得我还有一次 也是做直播的 忘记什么节目 坐在那边 主播台 突然干嘛呢 突然脚底很痒 脚底很痒 右脚很痒 那我呢 以为那个直播台前面是封住 以为是拍不到我的脚 那原来是拍到的 那我在脚底 在桌子上面 真的很痒 我就用左边的脚 不断勾 右边的脚 不断这样勾勾勾 全程直播 你要看着 你要导播 不晓得为什么 也没注意到 这个还是导播的 对 他也忽略了 我最主名 当年我当过新闻主播的 就咱们那个凤凰卫视 那个时候还在海一酒店 那个时候 没有现在这么自动 那个时候 就是你看 我播新闻吧 底下实际 那个那个 就是提词器啊 他在走吧 现在是自动的了 那个时候是脚踩的 你自己脚踩 但是呢 他去广告的时候啊 你要踩另一个方向 他倒回来 你先看一下嘛 但是呢 我这个脚啊 把它打回这个反方向 但是一直播的时候 我忘了把它搬回来 结果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越来越踩 哎 怎么在这儿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最后 你知道吗 我又怎么在 我脚趾在底下勾啊 勾 我找不着 这个开关 就越来越少 没了 没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于是我用上了 综艺节目的主持方法 说 下面的新闻是什么 您看看就知道了 所以你就改做 《枪枪三人行》 没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说到谁来掌控新闻采访 就得说说陈道明了 这两天我发现你们记者圈里豪家伙轩人打拨 改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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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现在两会代表实行坐地毯上给记者改稿 说我们杂志社二边三边都快失业了 对对对 不是什么什么新闻是演员交的吗 对 再看看这个照片啊 这是这个陈道明 说席地而坐跟这个记者讨论 下面这个记者呢 实际上他就这次事 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这个女记者呢 他还写了一篇手记 他这个手记的第一句话叫 不少同行可能会嫉妒我 一位男神昨天与我席地而坐 亲手给我改稿了 但是我会发现啊 他这个事说出来之后 你看这就是改的稿 就是陈道明很有学问的 陈道明啊 底下这个记者最后觉得这是难得的一个文本啊 临走前让陈道明又给他签了个名 你看底下就将来可以拍卖了吧 就是以悦陈道明 陈道明 然后呢 你知道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待会再说啊 但是我就觉得首先老记者不干了 而且老记者纯粹是借题发挥 其实这个事我觉得没那么大不了 但是老记者聊起来啊 这个问题就不得了了 你看我看到一位老老记者写的一篇评论 就是说啊 这个记者记者做成这样 是吧 实在把这个格调降低到让人无语的程度了 说这个这个这个你你看啊 就是说这个这一年来新媒体迅速崛起 对官媒产生了极大的这个冲击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官媒都在微信号里半可爱 言必称小编啊 这些套近乎的手法咱能理解 但也得有点分寸 他就说啊 新华社的这篇手记最让我这个前老记吐写的是 文中写到 就是他就说 就是这个我发现陈道明把我文章当中 一些修饰的成分删改了 比如说情绪有些激动地 语重心长地 然后这个女记者还问陈道明 为什么要删掉这些有现场感的东西啊 陈道明说我又不是在表演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简单的用说好了 这老记者是个女的 他说看到这里 姐姐我一口正喝的水差点喷出来 我的老天这段话还用蓝色标出来 有没有觉得人家非新闻专业的人还比咱们干新闻的人有专业精神 拜托这位妹子 你能不能别那么卡哇一道把明星讲的话都变成名言 连人家批评你不专业的话都要晒给全国人民看一看 自己丢分就算了 结果把新华社的尊脸也给丢了 一种哭笑不得的悲哀在老姐心里弥漫 他说多少优秀的新闻人都远离一线远离两会啊 把这样一个将陈道明喊为男神 并请其为自己改稿子的花痴记者派到中国最神圣的两会上采访 他知道采访和报道这个社会真正的问题吗 多是缺乏社会经验和人生感受的小姑娘记者 多是只会唱赞歌的记者 多是没有反思精神的记者 是新闻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然后呢 这老姐可能这两年牢骚比的多啊 他说这两早些年笔者作为小记者出去跟同行一起采访时 经常会听到对方的老总惊叹 哎呀 现在记者怎么都是小姑娘 确实如此 记者都是小姑娘 他现在他有这种现象 说的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朋友圈里面接到这个东西 因为我有我以前在新华社嘛 然后也有很多现在还有新华社的朋友 对你也是新华社的小姑娘 对对对 曾经曾经曾经 我也是 但我不是小花痴 最好玩的是就是转了以后啊 有一个我的新华社同事给我就是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是那人说 就是原谅他吧 就是他自己肯定现在出了变成一个这么大一个新闻 他肯定也很难受 我就回了去 我说我说我觉得更难受的是他自己不觉得这就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样写出来是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让我很难受的就是有这种这种文章去写出来发出来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两件看 第一个呢是他采访陈道明公开发的这个稿子 那么他为了准确啊 何时准确他就因为当时陈道明也是说了 这个他自己就主动说我们可以给你看一看 陈道明说哎你们这种专业态度很欣赏 好所以陈道明很认真的给他呃改甚至到最后陈道明人家原话可说了就陈道明就说标题该叫什么呀 实际他原本起的标题和陈道明给他改的标题意思差不多只不过陈道明的这个标题可能更简洁一些或者什么 而且最后陈道明临走的时候也是在说说这是我的建议啊 这个标题呢你你要还是觉得你原来的标题好呢 你就用你原来的标题 结果这个小记者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采访手记 我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就说这个手记 我就说这个手记 就表明他采访这件这件事给他的这个心情 他作为一个手记记下来 那你觉得这个手记有什么问题吗 你你你你看完没有把水都吐出来吗 我没有啊 不是就是我觉得 什么男神啊 不是就是哎我觉得啊 这个手记是通过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发出来的 不是个人 不是说我们要对他个人怎么样 而是说他自己没有认为是个事 还有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还有两个 就第一你刚才说你没有觉得是什么样啊 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新华社有个朋友 他就写了这个评论说发出来以后 新华社国内部的人都点赞 国际部的人都说都受不了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还有还有就是说他倒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任何再大的一个新闻机构一个权威 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个个人做出来的 而且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到了一种就是大家要既然你要取悦大众的时候对吧 你有公信号你有这个这个微微信公众号等等你的这个权威其实已经也是就是个体会让这个权威土崩瓦解的 哎我也觉得就是可以分几方面看 嗯就是说啊你们不能就是哎很多人讨论的是新闻伦理什么就说哎这个被采访对象有什么权利改这个记者的稿子啊 好像猛一听啊这个道理是很高大上的可是问题在于你得结合很多具体的情况 我认为这件事啊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什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一个来说你记者在中国很多情况下你是无冕之王吗 你你你明白吗很多这个正因为你已经都不是了 你跟我讲比如说啊包括这个一个年轻的女记者 我认为是可以允许呃记者也是人最新对不对 对他是一个谁的男生的粉丝 但你得但你得分那但你得分我说分开分开啊 比如说我觉得他如果呃是在一个内部的交流啊 公司内部的交流像咱们办的那个点点滴滴公司内部 我觉得那个可以他写个手记就采访我男生很激动 这我认为无可厚非的对吧 关键还是在于他正式发出来的陈道明的这篇采访记 为什么我说啊你知道我认为新闻采访啊很多时候就是呃 你看我也是写了新闻的 但是有时候我也被人采访 我觉得现在事实情况上采访经常是一种交换 比方说哎我不接受你的这个采访 对我没什么损失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接受你这个采访啊 你给我曲解我可真受不了 你知道就是呃我现在甚至认为我认为很多记者也很好 人家我他你你问我接接接接采访 我就会说我是对不起 因为现在这个断章取义的 甚至是心存恶意的挑事的有意歪曲的太多了 我说我没必要接受你的采访 但是如果我接受你的采访 我有个条件你给我看一下 那么你给我看一下 因为你你你因为他听错了 而且现在的很多记者确实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啊 他根本就没听懂啊 那么实际上我是把转达我的思想或者我的想法的权利给了你啊 不是不是改啊 这是因为中国的媒体里面少了一个部门叫做事实核准部门 在就是在国外他觉得他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来采访你我写完这个稿子我给我的编辑 我的编辑或者是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人是第三方那个人打电话给你问 这个豆先生这个话这个是你说的吗 是这样吗 他们会来问你 而不是我自己拿给你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他是这样的一个 对 我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严格的机构都要这样 当然中国的媒体没有这个部门事实核查核部门 那可是话说回来 哎我跟我陪过一个长辈哈 几年前他被那个外国美国很重要的媒体 我们先取下广告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嘉慧接着 没有我是想到说以前陪一个长辈 他接受了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英文媒体的访问 然后呢他要求看稿子 那对方也给他 可是蒋明 而且还看了稿还约在一家餐厅 我陪我长辈去当翻译 然后来来谈料稿子 可是那个杨记者叫蒋明说 可以做fact check 叫事实核查 OK 我告诉你 其实我是1963不是1953出生 我是在北京出生 不是在台北出生 还有我当时这句话是什么 那那个记者就会说 哎我要查我的录音带啊 因为你担心嘛 我们进程会被扭曲嘛 被断章取义嘛 王王很讨厌的 你讲十句话 他用你两句 对 你要接到他自己的框架 而且他有时候甚至是别有用心 对 他挑事呢 对没错 那那个通常呢 只能说我们跟他讲 拿着稿子跟他讲 这是我们刚很长的讨论是说 现在显然不止这样的 显然是说你把东西招给人家 人家还在上面兔兔改改什么 你还非常高兴的光荣的拿出来 然后还告诉全世界 我作为记者 我东西给我的备方则改等等等等 我觉得已经你说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嘛 所以我们就具体嘛 他现在是完全全部各地赔缓 我跟你说的是两种情况 然后我再说我自己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采访对象和采访记者之间 他本身是存在着某种 我不好说敌对 是有矛盾的情况 比如说我认为如果一个记者 就这个环境污染问题 采访环保部长 那么我觉得这个环保部长 不太适宜给他改稿子 对因为这个本身 这个包含着某种 他质询嘛 他质询嘛 而且这个我必须有我记者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监督的权利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比方说像他他可能这篇文章 只是想了解一下 陈道明在这次提案 这次两会提了什么提案 那么对于他来讲 好 我让他核实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 不会影响到什么问题 就是他事实上也许 甚至有时候录音笔口语 讲的有差错 还让他更准确的反映了他的提案 因为我这篇题材写的就是这个 不是接他的隐私 也不是要批评陈道明 如果我本身这篇文章的利益 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让他看一下 让他更准确一些 包括你可以看看具体 陈道明改了什么 比如说陈道明改 就是说你不要写这种形容词 语重心长地 什么什么地 我觉得这个吧 不是太大的伪拗 他的这个原意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 比如说我在说我自己 我说我跟记者有时候有相约 我怕你被扭曲 我还得罪人呢 弄不好 但是呢 比如说我改 我基本上我也有一个 做记者的一个意识 就是说我改双引号以内的部分 就是我的话 至于有些记者行文当中 他对我的看法 有些我也不同意 但除非有明显的差错 我不会动 就我尊重你的写法 但是你说我的话 我要让他准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我侵犯了他的权利吗 我觉得这件事里面 本来就有好几个问题 一个是改不改搞的问题 大家就是你说可以有争议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改完之后 他那种雀跃的心情 这个是大家不能去理解的 你是个记者 你追星追成这样 你追星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广而告知 这个大家不能理解 而且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